光是在马路上能听到回音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此时 妹妹心里大概有底了 又碰上了 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两个姐妹 她们都是天生有灵异体质 从小到大灵异事件不断 也好在家中父母 一个信奉道教 有请三太子回家供奉 一个修行秘宗 总是会帮小孩晋升之类的 也让这两个小孩总是能划行回忆 大事没有 但总有些小事会发生 也因为从小的灵异体质 已经对于灵界不太有感了 就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 和平相处就好 有一天 这两个姐妹因为找朋友 晚归了 过了半夜才准备回高雄 回高雄的路上 骑的是在88快速道路还没盖之前 一条名为过备路的一般道路 为何会叫过备路呢 那是因为 早骑这段大约40分钟的路段 会经过大大小小的木区 甚至有些木就在路的两旁 早骑是高雄最大的乱杖杠之一 老高雄人都知道 那段路晚上没事最好不要骑 宁愿闹远一点到凤山 再到高雄市区 都不要直接骑那条 话说在骑车途中 因为妹妹深信喜欢唱歌 在路途中 就轻轻唱着歌曲 结果唱到一半就发现不对劲了 每当他唱到副歌时 在耳边总是会出现着和声 那种声音却又不像和声般的 与旋律对应得上 反倒是出现一个 有如回音般的旋律 光是在马路上能听到回音 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此时 妹妹心里大概有底了 又碰上了 她只能紧闭着嘴 侧着头靠在姐姐的背后 刚靠着 又发现摩托车旁边出现了一道反应 是个没有上半身 只有两条半透明的腿 跟着时速至少60的摩托车前进着 心头一说 知道她出现了 她想转个头 希望至少看不到 也不要影响姐姐洗车 索性慢慢把头转到另一边 可另一边 又是她 只不过这次 是她的上半身 猙獰恐怖的脸看着妹妹 妹妹抱着姐姐的手 又抱得更紧了 姐姐那时想说 可能是因为这条路两边都是荒野 所以比较冷 怕冷了吧 她也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到后来 却发现妹妹缠在腰部的手 又更紧了 还带着些许的发抖 妹妹轻轻在她耳边说 姐 旁边有跟着我们的人 一个没上半身 一个没下半身 怎么办 姐姐一听 时速60 旁边跟着一个人 这肯定不是人吧 她便一路狂吹油门 仿佛要把摩托车 抄到极限般的 一路冲回了位于北高雄的家 好不容易到达家中的巷口 停好车 迅速的抽离了摩托车钥匙 两人用力狂奔上了 当时还没电梯的公寓 而在爬梯中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隐隐约的还听到 像是有人拉着铁链般的 跟着一起上了楼 拼爬楼梯的过程中 除了两姐妹的喘息声 还有那铁链在楼梯间的回响 冲进家门后 锁了铁门 在玄关的灯都还来不及开的状况下 立刻冲进爸妈房间 结果里头黑漆漆的 空无一人 他们才想起 爸妈两人出去玩了 要两三天才会回家 只好拼了命的一直念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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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隐隐约约中 在念佛号的过程中 听到了蹦蹦蹦的敲击声 有人用力敲着铁门 持续着 不间断着 随之而来的 是客厅传来的木头撞击声 而木头撞击声 像是要回应铁门的敲击声般 形成一段令人感受不安的声响 而两个姐妹此时 精神状况几乎快到达崩溃边缘 就这样 两人在过不知道多久 精神极度疲惫下 都睡着了 再次睁开眼时 映如眼帘的是出门游玩的爸妈 此时两人再也忍受不住 抱着妈妈大哭 等到情绪稳定后 走出房门 他们发现神坛桌上 三太子手上的金毛都裂了 精神也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刮痕 像是被猫抓过的痕迹般 细细长长的 听爸妈说才知道 昨天半夜 妈妈突然心头一痛 就感觉不对劲 便连夜退房 赶回了高雄 直奔家里 发现这两个姐妹 裹着棉被卡在窗角睡着了 爸爸连忙整理了神桌 精神 妈妈一直在家里点精神咒 事情才告一段落 妈妈语众欣赏的跟妹妹说 你没事干嘛在墓局唱歌 昨晚 你们被跟了知不知道 而且是充满了怨气的那种 还好家中有供奉三太子 是三太子救了你们两人知道吗 两个姐妹那时也才发现 昨晚是农历七月初一 刚好是鬼门胎